每次经过这个服务区的时候 人都挺多的 车辆人流都挺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条高速上面的服务区其实很多 但是在这边 我看用餐休息的人是很多的 这个服务区它并不大 目前还在改建当中 是和我们山东交界的一个服务区 看玉建旅途 畅行中原 红色玉兰路 最美交铜花 服务区装修改造 这个服务区 我不管是从河南到山东 还是从山东到河南 那么都会看到相同的场景 不管是在春节期间免费的时候 还是现在收费阶段 这里面的服务区都是人挺多的 这个也是使我产生了很深的好奇 那么我们准备去前面餐厅和超市里面去看看 看看里面的状况 毕竟来讲 就是它现在在改造 你看里面的那个大厅都已经围起来了 只有在临时在广场上搭建了一个这种营业厅 看我记得以前就是在这里边 在这里面正在改建 空无一人 看 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说那这个服务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 所以看起来车辆比较多 其实也不是这样 在以前就是没有在改建的时候 它的面积还是不小的 车流量也挺大的 看这个大厅里面很热闹 人来人往 在我以前的印象当中啊 就是一个县级服务区 但是你看这人 你多少 是吧 卖什么的都有 这个卫生间还排队 这边是鸡腿 五香鸭腿 15块钱一个 这边还有饼 还有饺子 看那炸酱面 25 这边的是 加牛肉 15块钱一勺 小菜肉丝面 20块钱一份 其实这边的价格 肯定就是说 和和其他的服务区相比较的话 都差不多的 看看这边还有自助餐 是35 我们去店里面看看 这边呢 就是一人拿一个盘 然后有红烧肉 狮子头 鸭肉 豆腐 花甲 蛋饺 还可以吗 炒草 在哪里 那是吃自助餐 还是 问一下小孩怎么算的 嗯 你想那个小孩是怎么算的 小孩没有 不要啊 两个大人是吧 哦 两个大人是吧 等一下你扫了 70 70是吧 嗯 那边有碗有筷子 筷子碗都在那边 那是我呀 这不是在 我给他拿着嘛 还有饮料也是免费的 饮料也是免费的 饮料也是免费的 有碗 有碗 碗汤 那小家伙 是用碗 拿三根筷子 问一下他 拿两个杯子 看这里面那个自助餐里面 人挺多的 其实挺合适的 你在外面吃这个自助餐的话 价格和这个都是差不多的 并且它的菜色也多 这个是豆腐红烧肉 这边还有汤 鸡蛋汤 还有这个大米粥 哎呀 还有馒头呢 还有米饭 挺好的 这菜色是非常的丰富啊 应该有你看有几种菜 123 4 5 6 7 古迪有30种左右 我家呢有花茄啊 还有这个豆 还有这个叫什么 土豆丝 嗯 边吃边加吧 你看到没有 现在就是服务区里面 火车站里面 还有汽车站里面 就是以前我们认为贵的地方 现在基本上都不贵了 慢慢的都变成平价了是吧 嗯 和外面都差不多 像我们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像商圈里面要吃个自助餐 估计每个人也要那么多钱 嗯 这么多钱还是便宜的 对 对吧 嗯 现在味道怎么样感觉 很好 很好 你好 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个 最喜欢吃的是这个 哦 土豆炖鸡块是吧 土豆炖鸡块 西红柿炒蛋 对 嗯 我们每一次进去的时候 人都挺多的 嗯 因为河南这边的高速服务区里面的 吃啊 还有这些用度 都相对来说实惠一点啊 来到服务区吃的这个非常大 对 嗯 看那人也是越来越多排队打饭 那这边还有一点 你小孩不要钱也是出乎意料的是吧 对 经常来讲你小孩他是说 收费的 收费就是说他有一个标准嘛 一点二米以下一般的很少收费啊 每个餐馆的标准都不一样 这个不算钱 所以说两个大人七十块钱加一个小孩 我觉得还挺实惠啊 对 很值得的 因为这边的人流量大 你看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一直更换菜品 是吧 吃完了就马上炒出来加了 就这样的来讲呢就比较新鲜 对 一直在换 对一直在上新的 看那工作人员又加了一些 新炒的菜花 花菜 像我们的这个饭量啊 不高是吧 他们很多那些 就是开大货车的司机的 他们的饭量在这边就非常划算了 是吧 对不对 还想吃一点 吃个加一点土豆 土豆鸡块 再搞一点这个素菜 加一点尝一下 花菜 都是新鲜的 还有这个皮冻 加一块尝一下 还有凉拌的韭菜 我也再去咬一碗那个他这边的那个玉米糊涂 这个 这里面的生意明显的比外面的餐厅的生意还好的哈 人来人往的不停 他的餐厅里面也管理的比较严格 你看那个冰箱里面有 那有晚餐 还有午餐 那都是留样的 留留留 留好了样就可以有啥问题的追根溯源嘛 是吧 还有他们下面的那个保温 你看有这 就是达到六十度以上哈 六十六十一 对不对 这样的就搞个什么时候都是温的 都是热的 对 吃个饭出来开始下雨了 这天气 刚才还没有呢 其实吃了这个自助餐以后 给我的感想还是挺深的 我觉得在这个服务区里面的这个 用餐价格 总体感觉还不错 像我们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一家三口 在这里吃个自助餐 我觉得 还是非常的适合的 菜色那么多 味道也不错 价钱也实惠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这个价格 目前像这种地方的 就是和以前大家印象当中的价格呢 确实有一些区别了 大家可以切实体验一下 然后就知道自己的这个 深切体会了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